这个每次一说到美国人住大房子啊 肯定就会跳出来这么一批人啊 就说你看美国人住这个大房子啊 那他们要每年都交房产税啊 房产税很高啊 对吧 这个1%到3%的不等 是吧 如果你这房子值100万 你要按照佛州1.5的这个房产税啊 那你每年得要15000美元啊 那你不要看他房子住的大 相当于是变相租房 你每年呢 你把这个钱都给他交出去了 这是每次一到拍美国生活 美国的房子啊 就会有朋友在下面说这样的话 可是呢 其实放在咱们中国人身上 很多人都不理解这个房产税是干嘛的 对不对 以前呢 我做过视频说过 说的呢 不是很具体 今天呢 咱们就来仔细扒一扒这个房产税 其实啊 这个房产税啊 它恰恰反映了中美两国人民 对于钱理解的不同 对于投资理解的不同 对于人生和生活的定义是不一样的 我讲完以后啊 你自己再考虑一下 这个房产税具体是用来干嘛的 那么首先我先声明啊 咱们这个节目呢 是一个成年人看的节目 那么成年人的 我们说生活的节目呢 我们比的是生活质量 而不是比输赢 因为你的生活呢 生活质量提升了 你的生活才实在提升了 而你比输赢呢 其实放在个体身上是没有用的 对吧 我们首先要从侧面去要理解这个词的定义 那么房产税呢 其实是中文的翻译 它的真正的称呼叫做Property Tax Property Tax呢 翻译过来叫做财产税 那么你可以把房子定义为你的财产 你主要指的是你的阶层 我这么说你就明白吧 如果作为一个投资的话 那么房产税呢 其实它是一个隐性的投资 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啊 美国啊 它的好区治安很好 中产区治安也不错 那么烂区呢 跟低收入社区呢 治安一般都不太好 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 整个的配套设施都不一样 包括你的这个基建啊 叫警察的速度啊 治安啊 周围的这个生活环境啊 配套啊都不一样 那么既然是这样的话 美国又它又推崇了这个人人平等啊 你又不能搞这个种性制度 像印度一样 把人真的隔开 那怎么隔开呢 就是用钱隔开 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这么一个现象没有啊 不论你愿意承认或者不愿意承认 你的生活里多多少少 我们都是用收入 其实把人的圈子就隔开了 比方说你跟你一哥们 你关系再好 他收入越收入十万 他跟你越收入五千 你俩这慢慢的就是联系会变少啊 可能你有那么万里挑一的一个朋友 但是事实是啊 绝大多数的人凭借收入的不同 他就是容易变得渐行渐远 对吧 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 有人说 那你这个东西啊 交房产税就只是为了治安啊 当然不是为了治安啊 这是一种隐性的投资 再说直白点 比如说你有个孩子 对吧 那你选择了住在这个社区 你交这个房产税 首先它是一个门槛啊 其他的比你低收入的 比你低档次的 他就进不来了 进不来以后呢 那你希望你的孩子平时的圈子 朋友 人脉是什么样的 这个就相当于你对圈子的一种变相的投资 啊 我住在这个地区 我的这个地区 我的邻居都是飞行员 都是工程师啊 都是大学老师 哎 我就愿意生活在这个圈子里 那么我这个圈子又不愿意让外人进 所以说我愿意付出一定的代价 比如说这就好比你出去留学 对吧 我们看很多人就不理解啊 我看很多人以前在网上还问过这个问题 说既然海归回国 只能找一个五千块的工作 一万块的工作 那为什么他要出国 你要明白啊 很多这个出国能掏起钱送孩子 工费咱不算啊 就是这种私人赞助 你能让孩子出去留学的这种家庭啊 人家要的是什么 人家要的一个是开拓孩子的眼睛 二是让孩子拥有一条海外人脉 哎 比方说可能这个哥们他比你高的多 但是在国内你就接触不到人家的这个圈子 可是你到了国外呢 你一下成同学了 这个同学之一啊 你你这个可是一般人比不来的啊 我其实变相的想说房产税啊 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治安只是里面最微不足道的一个部分 最关键的是它是一种荣誉感 它是一个圈子 那在圈子里的人呢 会共同排斥圈子外面的人 那圈子外面的人 你想进来呢 对不起 有一个门槛 你达到这个门槛 你才能进来 像我以前给大家举过一个例子啊 我们因为啊 这个改革开放了几十年吧 我们刚富起来嘛 对吧 由于拆迁啊 富了一大批人 由于房子溢价的这个原因呢 导致哎 我们经常看到比如上海一个啊 小区里对不对 哎 这大学教授住左边 这当保安的住右边 大学教授家里有两套房呢 那保安家里也有两套房 说不定了保安家里有四套房 对不对 哎 那可是呢 你看这个保安女说 你看我们这多平等 我跟教授住对门 可是我还举过一个例子 我说那你有没有想过 教授愿不愿意跟你住对门 对吧 哎 你保证了这个保安是向上通道有了 那这教授的通道呢 教授的通道好像就被堵死了 这没有看不起保安的意思啊 我只是跟大家说 那由于这种 咱们由于特殊的这种情况 由于拆迁啊 早期很多大城市有人有原始房 那么造成了一批人的阶级的跨越 对吧 所以说我们中国人不是很能理解啊 就是像美国这种国家 他是怎么来的 因为美国嘛 他早就过了那个大规模建设的阶段了 现在拆迁的这种事 几乎也都不存在了 有或者他也非常少 所以说美国人的钱 基本上就是这么赚来的 他能住在这个区 那就说明 他拥有住在这个区匹配的收入 所以说你同区的人 基本上档次都差不多 不会有更高的变化 也不会有更低的变化 那人嘛 最重要的 其实就是圈子 就是人脉 就是你所看你周围 所能给你带来的 这个价值的这个共同利益群体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财产税的所在了 而且呢 这个财产税呢 它不光是一个入圈子门槛 它同时呢 是你一个重要的税源当地 我给你打个比方啊 比方说很多人一直以为 对吧 这个房产税是要上交到国家的 但事实上不是 房产税呢 是要上交到你所在的这个州 或者你所在的这个县 主要是你所在的这个县啊 而且它的用途呢 是全公开的 这个地区今天收了多少房产税 那么所收的这部分房产税 必须要用在当地的这个学区啊 必须要用在当地的这个公共基础建设 必须要用在当地的这个警察局啊 必须要用在当地的这个啊 陆政部门必须要用在当地的这个所有的一系列的社区服务部门 最后还是得用在你身上了 只是说咱们中国人啊 由于这么多年啊 我们有一固定思维 因为之前我们很贫穷嘛 现在刚富起来不久 所以说我们还存在一种 就是说这钱啊 我不放心交出去 我还是得什么东西都放在我自己手里 我才安心 我宁可把它放在银行里吃利息啊 我也不愿意把它拿出来 然后大家共同赢到一个圈子 那这就造成了一个什么结果呢 其实很多人啊 他都没意识到一个问题 钱存在银行里 他就不是钱了 他就是纸 他只有拿出来花 他去流通 他才是钱 这个道理不用我跟大家多讲嘛 大家都明白 大家虽然说都明白了 但很多人他意识不到 他就觉得在银行里存了一百万 他就很有钱 但实际上呢 你存在银行里这一百万 是跑不赢通货膨胀的 如果你不拿到市场上 刺激这个市场 大家不把钱拿出来流动 那经济没有了活性 那你手里的资产 只能越来越贬值 所以说美国人 他宁可把钱花出去 他也不愿意把钱存银行里 他就这意思啊 所以说你看 为什么美国人他都欠债 中国的有钱人也好 美国的有钱人也好 你看大家几乎都是负债的 大量的公司也是 几乎都是负债的 咱们越富有的城市 的负债率应该越大 你觉得这个现象是不是很好玩 其实这个现象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经济现象 放在你个人身上也是 有一个朋友说我不欠债 那你一定不做生意咯 对不对 那你做生意 你怎么可能不欠债呢 那你说我就开个小店 那你一定不欠债 或者说那我就 这20万 我还得起 大不了我这店不开了 那确实是 那你很厉害 对吧 那你如果说我有一个公司养了5000名员工 你说不欠债 我天 这个就比较神奇了 我只是跟大家讲这么一个道理 世界上 不论中国也好 美国也好 最值钱的是什么 圈子和人脉 你的钱 你花在自己的隐性投资身上 其实是要胜过你花在那些实质性的东西身上 因为隐性的投资 很多东西是你多少钱都买不来的 一个优良的环境是你多少钱都买不来的 但是真正能买到的东西呢 其实它的价格都是固定的 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不太值钱的东西 在咱们中国慢慢的 大家可以去看看那些有钱人的家长在干什么 其实他们早就注意到了这点 那些有钱人的家长早就在给自己的孩子 从小就开始做隐性的投资 其实这个跟房产税是一个性质 我只是用这个东西举个例子 以便让大家明白的更多一点 你100万的房子每年交1.5万美元 我还是觉得亏啊 我告诉你在美国能买起100万美元的房子 他根本就不在乎每年 再多交1.5万美元去维护他的圈子 你就算算 如果你在中国你真是凭自己的能力 你就算 或者说700万人民币吧 你真的凭自己能力你能挣来700万 你每年维护自己的圈子 你花的钱不会少于100万 这个可比房产税本来的价值要高得多 而房产税也不过是你维护你圈子的一种方式而已 这个就像你每年请那些老板喝酒啊 请那些客户喝酒啊 请给那些客户送礼啊 花出去的钱是同一个道理 与咱们很多朋友的收入还是偏低 所以说导致啊 一旦让他拿钱这种事啊 大家就会觉得哇塞 这种东西简直是洪水猛兽啊 这种东西呢 其实是个很中性的东西 有坏处呢 自然也就有好处 对不对 坏处其实吧 他也不叫坏处 只是说有些人他又想住在好区 又想享受这个圈子 又想享受这个政策拆迁带来的福利 又不想掏钱 所以说他非要去批判这个东西 因为对于本质上大量的刚富起来的人来讲 他还是一种小市民的思维 在这也没有污污小市民的意思啊 那么进入到一个重点了 比如说很多人说 那这个东西那有 我觉得都是坏处啊 有什么好处啊 就让我们多掏钱 就是你说这个东西对经济有推动吗 都说了钱动起来才是钱 咱们还打刚才那个比方啊 教授跟保安 对吧 各有三套房子 如果是这教授跟保安都掏房产税了 对吧 那你说这个保安会愿意吗 保安肯定不愿意 对不对 那我每年凭什么每套房子 掏两万块钱房产税啊 是吧 你不知道我保安挣得少吗 那行了 那可能很多朋友会说 那我家的房子就涨租金呗 让租客来付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租客的偿付是有一个能力限制的 而这个能力限制是跟你本地的 这个工资是挂钩的 很多人 以前我就看过很多人说 如果收我房产税 我就把这个转嫁到租客身上就行了 那是不可能的 不好意思 因为你转嫁到租客身上 那就会造成了大家都租不起房 租不起房 那就离开你这个城市 那你这个城市的经济活力就下来了 经济活力一下来 你这个房价的成本就下来了 所以说到最后 你还是得降房租 最后吃亏的还是得你自己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呢 既然你涨不了房租了 那你会 那你的选择就是什么呀 选择就是卖房走人 我从这个区搬出去 我要搬到哪呢 我把这个钱开上套现走人以后 那我这个房子留给谁 留给的自然是有能力住进来的新上海人 而且人家是凭自己能力赚到这笔钱 那我拿到这么一大笔钱以后 我去哪呢 那我就会去选择周边比较便宜的地区 或者我就会选择去二线城市 你又把这个钱投到了二线城市的房产上 那这样的二线城市呢 同时又收到了来自一线城市 源源不断的这些搬出来的人的钱 那同时又带动了二线的这个房地产市场 那这二线城市的经济 是不是它又得到了发展 对不对 所以说你看 这个东西它不一定 它一定是一个坏的东西 我只是跟你说 钱动起来才是钱 你留在手里不是钱 不是说每年从你手里收一笔钱 这个钱就一定是有坏处 因为美国是由一个资本立国的国家 由一个金融立国的国家 所以说老百姓都明白这里面的道理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人每年宁可 住在自己那个区的人 承受着巨额的房产税 他会抱怨 但他一定不会不交 因为大家都明白这个道理 但是由于咱们国家呢 没有房产税这样制度 所以说很多人呢 他不明白这里面哪回事 你知道吧 在这一期呢 我也算具体的跟你讲一讲 你不要看很多华人 天天骂着房产税 这里面的门道 他是不会告诉你的 知道吧 这里面东西懂得只有自己懂 张司令这算是炸的麻风窝了 偷偷告诉你 不要告诉别人哦 这期聊到这 大家拜拜 拜拜